我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 阿茲特克對上敗戰庭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 中國第一高手 佑 對上 巴勒斯 巴勒斯 我對他不熟 但是佑的話 我很熟 大概五六年前 欸沒有五六啦 大概四五年前 就知道這個人存在 然後他也一直在是 第一線的職業選手 好 再來講一下 阿茲特克的能力 阿茲特克現在的能力 跟以前也是差蠻多的 先講核心能力就好了 阿茲特克的能力是 村民的採集數 上限會多3 那你看這邊 木材可以變13的喔 沒13一次就可以放 那就代表說 村民的移動時間減少 那採集時間變長 一開始 其實就擁有比其他文明更有優勢的一個經濟能力 而且 阿茲可以說是 黑暗時代經濟加持裡面最多的一個文明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你想 阿茲特克一開始就加3這個能力 是黑暗時代就有的 那很多文明都是 封建時代這些能力才一開始送給你啊 或者是免費讓你上 或者是免費增加這樣子 那算是一個阿茲的一個 蠻強大的一個能力喔 那也是 有可能啊 這個能力讓他在文明排行榜裡面 常常處在於 S級的一個地位 沒有 S 至少有 A 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敗戰庭 好 敗戰庭主要的玩法是 戰矛跟擊兵還有駱駝 價格非常非常便宜 那主要的話 封建的話打戳戳跟戰矛有極大的優勢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那出駱駝的話 價格也是非常非常便宜 也算是一個大優勢 那缺點就是 他沒有三弓之外 那他的敗戰庭聖騎兵喔 也不太容易出場原因 主要是因為 敗戰庭聖騎兵這個單位 他打 欸 他打那個 步兵的話 有12 加12的加成喔 所以他打步兵國 非常厲害 欸 這邊抓一下 能抓到 媽 所以有些人會說 欸 敗戰庭聖騎兵不怕擊兵這個說法 其實一半是對的 但其實 被大量戳戳戳戳到的時候 還是會被戳到頭破血流的 所以 敗戰庭聖騎兵雖有極高的一個加成喔 但並不代表他就真的不怕擊兵喔 好 那來看一下 兩棒棒 直接出發了 好 敗戰庭 這邊打算直接出棒 開始打 好 直接來一個 棒棒 前壓 好 來看一下這個棒棒前壓能不能做到一點事情 好 幫上前壓過來 看到了 欸 對面 欸呦 對面不只 呵 對面不只出棒棒還出了四隻啊 好 那這邊二棒棒看到四棒棒會不會 覺得有點麻煩呢 還是這四棒棒要出門了 這個四棒棒是要來防守的嗎 好 那順帶一提 阿茲特克的軍事建築物有11%的一個加成喔 所以 呃 造就了他出棒棒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好 但是這四棒棒有點來追敵人 我覺得有點小小浪費喔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想去對方弄了 反正我棒棒比對方數量多 而且對方的棒棒數量比較少 相對好少 但如果他這邊是來追對方的棒棒的話 那極有可能喔 他這邊 想要打一個 黑套城的一個可能性 更高一點喔 那 阿茲特克打黑套城也相對比較簡單喔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 阿茲特克的前期經濟來說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所以他要打黑套城來說的難度也算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並沒有太大的困難 好 那來看一下 兩邊的棒棒追的如何 還在你追我跑 還好這不是塞灘 好 這個是個平原喔 那這個老英英也不太敢上去直接卡位喔 這個卡一卡 只能卡到自己頭部血有沒有 哇 卡上去直接扣 扣血 哇 這個又有在扣兵的耶 還以為他沒在扣啊 看到老英一過來卡 我就給他兩棒 看能不能收到老英喔 能收到老英的話 這個兩棒棒的價值就很好了 好 那這邊直接轉出射箭場 中間還是要轉啊 不過那個射箭場 應該還是要打小弓喔 因為 因為 雖然敗暫停這邊 那邊是有戰矛跟擊兵的減免喔 但是遇到棒棒的話 不出小弓的話是很難解掉的 原來小弓打這個明兵的話 才有傷害了 不然出那個戰矛 你要射到頭破血喔 守到自己 左肩頸到手抽筋 才有可能 守得住這個進攻的 好 那稍微來加速一下吧 兩邊都在你追我跑而已 好 那前面加速看到了 對手阿茲特克也下了射箭場 好 那確定半戰艇也是出小弓 這不出小弓真的沒辦法 好 那這邊直接開射 OK 那有點出小弓的關係 這邊棒棒瞬間死去 但是對方出戰矛了 我要戰矛克制弓兵 趕快跑趕快跑 那這邊基本上 不會再繼續補小弓了 這邊看到對方出戰矛的情況下 而且你本身就是 戰矛加成的國家 你再繼續出小弓的話 可能會有點拖到經濟喔 欸 這邊又是決定要繼續出小弓的意思嗎 欸 十隻小弓了耶 哇 這個量有點大 好 不太確定 又是有什麼一個想法在 好 那這邊小弓 有肉麻過來撿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又這邊是打算打一個強弓嗎 目前還看不太出來喔 OK 這邊肉麻加上弓兵 直接解交 是用戰矛北陰跟老陰 但是如果又這樣打的話 前期會很傷經濟 而且這邊 阿智已經要上城堡時代了 原來你看他出這麼多小弓 導致他的經濟有點小小的崩了 也不到雖非常崩喔 但是就是 他這樣打 沒有打出敗戰體的優勢之外 對面又是阿智的情況 很有可能會被一套經濟 差距然後直接帶走 但也有可能 又這邊打出一片風采 打對手帶走有可能 但是對手也不是吃素的 也知道該怎麼打 這邊直接上了城堡時代 但是由於對面是老陰國 並上層並沒有騎士 所以這邊可能一上層 的選擇 比較可能是工程器 然後加上老陰的一個組合 然後那這邊挖更多的黃金 那就代表可能會出老陰了 原來通常出老陰的話 也比較好打這個工兵喔 好那這邊有大量村民直接都死去 哇大量工兵直接上來硬點 哇真的要秒殺了嗎 好奴炮出來 直接輸出 還真的受不到 哇 又這邊領先七村 怎麼輸阿 哇工兵再過來 可能會死更多村了 但是這工兵有在硬點嗎 再來 再射一下 再一發 收掉 哇 哇 八村 果然是打一個工程器加老陰的組合 哇 這一波進攻 真的是打出了一片風采阿 真的是 小光要出到十隻的話 真的就是要給對方中傷 不能給對方有機會 好 但是 剛剛有說到 但是 他這樣子打 還是蠻傷的 我覺得 但是 但是真的有傷到對方經濟 其實就不太虧了 你出這麼多兵 就一定要打到東西了 那 又這邊已經完美示範了這一波進攻 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這個 以我來打的話 可能要打出這樣的進攻 有點困難 主要是要搭配肉麻 如果只搭配小光的話 可能還是有點困難 但這邊肉麻 確實 確實有做到一些 不錯的一個進攻 因為他只出小光的話 很容易就被炸毛守住了 好 那這邊阿茲 因為經濟上有損傷到 所以這邊不打算開農 而是選擇直接 閒置雙修道院 但修道院的話 我就有點不太懂了 因為修道院 算是打騎兵的一個選擇 那他這邊是有預判對手會出騎士來解老英的情況 所以來按這個修道院的 但如果對手一直出小光的話 老英就會直爆就好了 所以他這個戰術選擇我覺得算是正確的 但是 但是直接又下兩個我覺得有點 蠻傷經濟啦 我覺得一個應該就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他有可能是為了要快速爆老頭的關係 所以才這樣打 好這也沒對錯之分 選擇問題 好 好那這邊 看到對手出敗戰提聖騎兵 欸 敗戰提聖騎兵 剛剛我們開頭有講到 打這個 哇靠這個刺頭一出來就直接把這個老點掉 好精湛 好 那敗戰提聖騎兵打老英有 加12的無外加成 所以這個敗戰提聖騎兵打老英的傷害 是非常非常猛的 但是相對的 他也是很害怕對手的一個 僧侶 而且剛好對方又是僧侶國 半僧侶國 怎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阿茲的僧侶 沒點一個僧侶科技 就有加5D的生命值了 所以這個 會非常難解 如果不出大量肉馬的話 這個有點難 阻止抗著想 欸只要找到欸 兩隻欸 欸 欸 哎呀 這個肉馬沒有升級阿 這個肉馬沒升級的話 靠這個僧侶的效果 就沒那麼的有優勢了 哎呀我的天 哇那這樣看起來 目前阿茲特克 有打回優勢囉 招回這兩隻 那個剛剛損吃掉的兩隻三驢就賺回來了 因為敗戰體聖騎兵 他的造價其實也不便宜喔 跟一般騎兵比起來 欸 雖然感覺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他的那個體質喔 本身就變 偏爛一點 你看騎士10公喔 當然他是9 那他其實有二房 二遠房 但是他只有一遠房而已 所以他這個造價來說是偏貴的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打呢 對方老鷹加頭車 然後還有僧侶 這邊出騎兵的話 出敗戰體聖騎兵的話 雖然可以打老鷹 欸 這邊直接硬投 沒投掉 直接收掉 但是如果不出半戰體聖騎兵的話 出公兵的話也打不贏喔 因為老鷹是康特公兵的 那現在最好用的方式就是 挖石頭蓋城堡 然後夾柱 然後上帝王時代 然後再用經濟輾過去 這是一個比較更理想一點的打法 但這邊出肉馬的話想要來打僧侶 可能僧侶也打不太掉 因為對面有大量老鷹 所以出肉馬的話 肉要非常需求非常大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 敗戰體這邊要怎麼打比較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插城堡 然後先夾住 然後開農 這可能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然後又確實有來挖石頭 然後來插城堡 然後插一個高地堡 但是又這邊 敗戰體聖騎兵有待繼續出 但是量不多 因為這邊敗戰體聖騎兵出的有點過多 啊這個老頭 哎呀不動 然後敗戰體聖騎兵直接過來右邊 想要來防守 但是右邊僧侶已經過來來招翔了 這邊會直接硬招掉嗎 敗戰體聖騎兵直接硬靠 但是僧侶沒有在城堡 有沒有蓋好 直接要不要躲 聖騎兵躲一下 躲一下 趕快先把頭射掉 還是先射這個攻城器 哇 這邊老頭沒有先優先解掉 哇這個難解了這個難解了 老頭不先解的話 待會就沒什麼機會解囉 好那沒關係 這邊再過來又要送兩隻嗎 要不要滴要不要滴 哇沒滴 哇不滴這個殘血的 敗戰體聖騎兵回去阿茲特克 又把他血量再抬回來 好難打這把 這把真的很難打 哇工程器你也拿他沒辦法 這個TC應該是掉定了 好但是敗戰體還有一個特性喔 就是他上帝王時代的那個費用 非常非常便宜 減免費用可以說是這個遊戲最多的 以利用時代來說是減免最多的一個文明 好那除此之外有提升時代的速度是馬來 好那看一下這裡 好那我記得義大利有減免 當然減免的比較少 而且是每個時代都有減免 好那這邊決定要出去弄一波了嗎 欸這邊可能會被抓到喔 很危險 哇這邊被抓到會很傷 但是並沒有 欸這邊有哨戰阿已經看到啦 直接出來抓 好這邊肉馬跟敗聖騎兵又被招響 哇這個手術非常棒這個 哇這個孫女 哇這個頭車直接解掉肉馬 哇 哇那我到底看了三小 好巴蛋提聖騎兵又過來想要嘗試解這個生旅 但生旅直接招響掉了三隻巴蛋提聖騎兵 哇非常大量 好左邊這邊村民又已經被抓包了 哇 又的經濟又再度受了重傷 這邊村民術已經差距越來越大了嗎 欸不對喔 門人士阿茲這邊沒有太多村民喔 村民是單TC開農喔 雖然 又這邊被殺了25村 但是他的村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還是有51村的存在 好那這邊大量挖金礦的話 看有沒有買賣的方式喔 直接上帝龍時代 那這邊上帝龍時代的話問題就是 那要怎麼去解對方的一個主力部隊呢 又有問題又回到右的身上 好這邊烏龍龍一下 烏龍龍能不能召回一隻巴蛋提聖騎兵呢 有點困難 哇那阿茲特克這邊的軍隊越來越大 好那右邊已經維持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好直接一個錢壓城堡嗎 好那這邊這個堡壓的還不錯喔 可以守住這邊所有的建築物之外 金礦區也能守住 還可以挖對方的野精還不錯 但是這邊阿茲直接一個上帝龍時代啦 阿單TC打帝龍 OK那他這邊上帝龍的話 優勢就是可以直接蓋城堡出巨頭 開始來拆城堡 就可以再實施進攻了 就可以讓右能容的時間更少了一點 這邊上帝龍時代我覺得 雖然不算很早 但上帝龍時代還不錯 因為你們要想他是單TC上 然後前面還有進攻出了大量駝車 還有老鷹跟僧侶喔 在氣氛上來說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成績喔 一般我的架頭可能要到四十分之後才可以上 好那這邊直接上個大十槍 來做一個前線防守 好不然這邊可能要掰 欸這邊抓到一個肉 喔這個架子連城這隻肉嘛 好半燈體聖級兵又這一邊傾操而出 要來看一下這邊 哇半燈體聖級兵打這個老鷹速度非常非常快 血量都基本沒什麼在扣的 但是後面已經有城堡了 所以這邊騎兵想要來硬解這個城堡會有點危險 會有點危險 不是不是硬解城堡 硬解這個劇情投死機 好那半燈體聖級兵在後面騷擾 後面的半燈體聖級兵回救 這邊肉卯被招到啦 好肉卯再過來直接敲聖旅 聖旅要敲很多招才會死 然後這邊聖旅的血量來到六十五滴非常非常大量 好半燈體聖旗兵直接回家 要再回家一下嗎 再回一下再回一下 躲裡面一點 對對對 好讓城堡太一射 那半燈體聖旗兵非常非常害怕劍死傷號 你們看這個血量掉得很快啊 嘻嘻哇直接就插了蛋了 嘻嘻 所以我才說 大燈體聖旗兵是不太 以他照樣來說的話 跟騎士相比 他真的算是偏貴的一個單位 好來看一下這邊 正面直接硬打這個老鷹 哇傷害非常高 好像只要四到五下老鷹就死了 哇 但是 對手 又有更多的生餘再繼續再出 三個修道院 三修道院出 三修啊 這個戰術不錯 那這邊正面開戰的話 可能會很難打喔 因為三修手術要求速度非常非常快 而且不能點到重複的單位 然後正面部隊也不能太少 不然有可能直接面臨正面崩潰的一個情況 其實這邊阿茲最好方法就是 這邊直接再出大量幾兵就好了 但我不確定 可能是不想要放棄進攻的 更多進攻的可能性阿 因為老鷹的好處就是進攻來說非常好 又不怕劍死 但騎兵的話 雖然是防守單位 但是戳這個八戰型升級兵非常好用 有可能是不想要補軍運阿 還有很多因素阿 雖然大家都知道疾兵克騎兵 但有些情況還是不會出 還是不會出 好那這邊招老鷹應該是到不到 因為老鷹 誒 馬上打我臉是什麼意思 呵呵 因為老鷹其實是有抗招響的一個能力的 這邊直接 再招了回來 誒我的老鷹又是我的老鷹 你的騎兵還是我的騎兵 像阿茲特克表示 我的還是我的 你的還是我的 右邊這邊要補一個城堡嗎 但是沒有石頭了 沒有石頭花就趕快來挖 但是這邊巨頭數量越多了 但是這邊肉馬跟拜登提勝騎兵的數量還不是夠多 這裡要印來了 要印來了 好那阿茲看一下2TC 目前村民處73村 68打73 好正面開始大戰 好這邊 直接把拜登提勝騎兵往後拉嗎 誒沒有往後拉 還是被招到了 大量肉馬直接往後進攻 正面直接拜登提勝騎兵互打 直接往內互打 但是肉馬直接上來 直接硬砍這些僧侶 但是效果沒有很好 因為大量的老鷹跟肉馬 直接追了上來 直接捅爛 好那剩下正面的拜登提勝騎兵 能正面砍完這些傷害嗎 好這波進攻好像有機會嗎 神呂後面還在出 還在招 但是巨頭已經先行撤退了 哇這樣看起來好像有點扛不太住喔 神呂後面還在出 還在招 好那看起來正面 目前 阿斯特克 又守住了這一波 好那又能不能 繼續防守成功呢 城堡已經掉兩座了 但是阿斯特克這邊 防守也做得滿完美的 這一波 又的進攻已經算是完美的 擋掉了 好右邊 欸這左邊還插下城堡 也是想要去續農 好 好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應該是沒什麼好看的這個地方 這邊的話就是 開農然後開拆 因為這邊想要再繼續出 拜登提勝騎兵的話 只能從左邊開始出喔 那左邊這邊 欸有看到挖野金嗎 欸沒有這邊只是想來挖野金 先插下城堡 結果就剛好預判到 右的一個位置嗎 好這邊一個洛馬過來偵查 大量的聖騎兵走進來 怎麼辦怎麼辦 這裡的聰明很大量阿 哎呀被看到了 哇 這裡很大量的聰明 27寸藥全部被抓掉了嗎 哇這就是全宿無產 好那大量洛馬過來 直接想要來解這些生綠 有機會解得掉嗎 好三旅 三旅 三旅解得掉嗎 直接滴魔防 肉馬直接上來開砍 而且這是大肉馬 哇大肉馬 打聖騎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肉馬全速解掉 哇非常完美 好但是肉馬 打這個八蛋提勝騎兵 還是心有力而不足 好更多的兵來解這個巨型 誒這個是 要來救上面的老鷹的這個洞 但是已經大量村民死去 有點撐不太住 好肉馬過來想要來 就去應招這個肉馬 只招到了一隻 好大量的肉馬直接 夜人上來 巨型偷食機 四台只剩下一台 哇呦 這波解得好誒 本來以為這一撮村民 已經要say goodbye 就被他硬生生的救了回來 哇塞 這個村民樹沙底已經從被殺四十一村 到了現在這個局面 有點看不太懂 但是阿茲特克的村民樹已經反超了 反超至右這邊 五十七村打九十九村 那這邊又有大肉馬 但是這邊大肉馬 看到這邊巨型偷食機 互丟 但經濟上已經差距 已經到了一倍的一個狀況 那這樣還能繼續打嗎 來看一下又要怎麼打這一把吧 再稍微加速一下 來看一下左邊這邊 好這邊應該不會打起來 來這邊應該只是小打小弄 這邊左右 欸果然轉出了急兵 補下了均勻 果然還是要出點急兵喔 不然這邊會打到頭破血流 好那這邊大量的均勻偷食機過來 想要來硬拆右城堡 這邊一波集結 好上面一波落馬直接騷擾 但是沒有城堡 所以這邊應該騷擾不太到什麼 應該要來先行撤退比較好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邊的一個進攻 這能守得住嗎 我覺得有點困難 好這邊巨頭應該要掉了 沒救 好那家裡有大量的急兵進來 但是家裡沒有其他兵種可以解 因為現在都是落馬加半戰型聖騎兵 如果真的要去解這個急兵的話 就只能用這個半戰型聖騎兵喔 因為這個半戰型聖騎兵打步兵有外傷害 但左邊這邊TEC跟城堡全面潰敗 左邊這邊經濟區可能又要受到打擊 又的經濟又要再度受到傷害了嗎 好半戰型聖騎兵過來硬解這邊急兵 但是正面 哎呀老頭直接來硬招想嗎 太狠了 直接招女巨頭 太無情了 好 就打錯了這句 這應該是受不了了 我也受不了 好那看一下雙方經濟喔 哇這經濟真的是跟鬼一樣 來看一下封建時代跟黑暗時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差距有差多少 大概這個位置就好 好我們來大家看上城堡之前 阿茲 硬生生的經濟就贏了三百多 木頭跟三百多 四百多的食物 而且黃金也沒有挖的比 又還要多 所以你看這個阿茲前期的黑暗時代的一個 經濟效益其實是蠻優勢的 其實蠻明顯看得出來的 好 後面時間慢慢推 而且你們要想 他這段時期還是有被殺到九村的一個狀況 還可以拉到這麼大的一個強大經濟 所以阿茲能在S級文明 也是有他的道理在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